注意看 几个小姐姐正在吃火锅 后面的熊孩子不安分 不停地拿椅子撞来撞去 还把汤汁溅了女孩一身 女孩终于看不下去了 扭头让她父母管管孩子 男孩的爸爸也附和道 说女孩有点小题大做 连个孩子都不如 见这么多人袒护自己 男孩回头做了个鬼脸 女孩只好自认倒霉 男人拿起玩具蛇随手一扔 紧接着 男孩又开始捣乱了 他禁止跑到脚料区 然后活动活动手腕 把每瓶相有的盖子都拧开 男孩不知道的是 自己背后竟长出一条尾巴 看着自己的杰作 男孩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显然他还没有玩尽兴 他又跑到水果专区 把每个水果都咬上一口 然后全部吐掉 随后又拿起一瓶酱料到处乱挤 服务员赶紧出户去制止 可男孩非但不听话 反而一脚踩了上去 接着一屁股坐地上哭了起来 父母听到动静跑过来查看 男孩却反咬一口 说服务员刚刚打了他 说完拉着服务员去医院 旁边的客人为他打抱不平 父母却骂他们多管闲事 此时男孩浑身发痒 忍不住用手挠了起来 后背的尾巴也越来越粗 当父母回过头时 立马吓得鸡声尖叫 男孩竟长出一张熊脸 故事到此结束 你猜男孩最后怎么样了 我是龙猫 喜欢就点赞支持一下吧